不管是大货车 亦或是普通汽车 汽车驾驶人若是忽视 事件死角 就很有可能发生事故 但为了改善交通的问题 先议员唐小芬接获民众 沉前后 立即会同县府相关单位 来到忠良乡永康国小县门口 以及永平路与永家新村路口 实地会看 家长要接送小孩子 要出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看到 后面前面 所以今天 要再多设一个反光镜 有利于家长学生出入的方便 那另外一个是在我们永家社区里面 永家社区前面一个红绿灯 因为这个路口 就是都是很狭窄的路口 所以说车子要进来的时候 比较不注意就是 前方来车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插状的问题 多设一个反光镜 那这个安全性可能会提高了很多 接获地方陈情 立即会同县府相关单位 来到实地会看 县远唐小芬不仅亲自走入巷道 更深入了解地方的需求 当地居民希望能够增设反光镜 以利于来往车辆能够看见事先死角 降低事故发生率 今天来到永康国小 那以及还有到我们的永平路 以及永家新村的一个路口 那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 接获民众还有我们村长的一个反应 因为这边刚好又都有一个转弯的一个向道 那刚好会测的话 就是说对象的话会比较看得不容易 那所以经过村民以及村长他们的反应 希望说我们在这边这两个路口 来装设一个反光镜 那以至于说在对象的来车 容易看得到也比较清楚 交通一个状况 那希望说经过这个失色之后 那对这两个路口 以及学校的安全性 还有永家新村这个路口 那我们所有的居民在出入方面 都能够更便捷也能够更安全 希望透过唐小芬议员与县府相关单位 实地会看之后 后续的改善事宜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失作 但也呼吁民众 若是行进校门口或是路口 都应该放慢速度 小心行驶 如此一来才能够大大降低 事故发生率 接着永胜中疗采访报道